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脈無傷》 我是主持雪凌 阿元 毛蟹 鏡花先生 荷馬仔 先說一下,因為我們集體性無傷的所有主持 全部都幾乎病了 其實我沒有的,不過我太忙了 你好像剛剛都病了 我被人惹了,之後沒事也不計成 所以我們的所有根深禮都延遲了 因為全部都躺下了 我們先捉一句身體健康 跟各位的生徒 新年來才有什麼流感流行 不要緊的,我們被迫在這裡 然後會弄到對面那兩個人病了 原來是陰謀的 我們不會在這裡接吻的,你放心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 先看看這張桌子 空氣都可以傳染的 所以我們叫IM戴口罩 嗯,有戴的 好了,討論區到星期五 大家也好說,為什麼不先說有一套呢 向陽裝 好,因為聶旗之主說不要播著 好,什麼事啊 沒有人說你是喔 這樣就糟糕了 沒有人啊 我知道有影視成分的 嗯,沒錯啦 這套就是新感覺至月下的魔法少女 多新感覺,你看看這套 小圓,魔法少女小圓 沒錯啦 嘩,你第一次看到一套字 月下是會死人的 那我問 沒有問題是對的 自然是 年外的魔法少女 你由開始的 靠打嘴炮 消滅怪獸 不是打嘴炮和淫獸嗎 打嘴炮先的 打嘴炮 不是有淫獸才變成魔法少女嗎 你聽你那隻嘴炮 我看到那隻是魔砲來的 不是,那之後呢 之後呢,就到魔法少女 那現在這一套呢 應該說 慢慢的轉變就是 將戰鬥的成分 吹向真實 吹向了真實 應該說是 吹向了ACG裏面的真實 其實都幾奇怪 魔法這件事很真實 幻想一下 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們大家看 剛剛之前 魔法少女 內頁電影版那時候 內頁那一刻 Slylar Baker 射到飛特上 飛特應該是渣都沒得剩的 如果以虛淵源這個設定來說 聽同賴說 同賴說 射下去之後 就會回復成 放回護罩之後 就會回復成 以往的魔法少女 就叫做什麼呢 因為她是魔法少女 所以魔法少女是殺不死的 的確是 沒有什麼原因 總之劇本不會讓她死 你不要問為何擋到 你先問的問題就是 為何她會射到 一個可以射一個可以 一個可以擋到 你不要管我 總之她是不會死的 其實也不只是說魔法 就算是以前 年代的魔法少女 可能講久一點 我猜這個 八片屎雲的Magic Cat 都算是 那些重要角色 都永遠不會死的 可能再久一點 基本上都不會有一些 魔法少女 隨便會 拿便當 退場 應該都沒有這個紀錄 其實幾乎是 因為你平常 魔法少女 給人家的感覺應該很正面 很光明 很少女 有變身玩意 很開心 不是 但是要虛圓 寫開 那些魔法少女 很多時候被人凌辱 抓手 殺死 這次真的很黑 感覺好像 黑吃黑 鬼打鬼 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走治癒系 還是要走 他要走治癒系 他的治癒系 就是什麼 你讓我先說 不知道他想走什麼 但是最終 你說第一集 他出來的戰爭 其實是給人 感覺是 這個魔法少女的戰爭 是殘落的 其實魔法少女 只是等於一個有超能力的人 如果你用一個超能力片的角度去看 大家用超能力互片的話 會死人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或者這麼說 有些人說 鄉英元 捨得黑 但我會覺得 就是他 其實只是前現了真正魔法少女 真正的一面出來 老實說 魔法少女 戰爭 戰鬥 其實跟其他人本身 打架 是沒有分別的 很久以前 有個理論 就是美女不會我事 這個就是提訊 這個就是迷信 這個就是迷信 沒有根據 或者這麼說 大部分觀眾才入圍主 因為始終是沒有前科 一些魔法少女 是打完會死的 所以現在無端的 小英元踢出來 告訴你其實是會死的 感覺有點不同 最大的反應 並不是說因為 他會不會死 是因為他的死法 真是比較奧趣味了少少少 如果正常來說 他只是被人貫穿了身體 然後躺下了整身體 然後還可以說幾句話 我覺得那些人 都未必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但他的死法 是分屍的那種死法 爆頭 我覺得很恐怖 是因為他會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是他用這個 我只是說 我覺得最大的反應 並不是魔法少女死的那一刻 死的那一刻 固然是一個衝擊 但最衝擊的那一刻 就是一號魔法少女 被人的感覺 就好像開頭無懷所說 被人的感覺 是比較正面的那一種 不會這樣去死法 不過第四集 我有一點想反駁 因為其實第四集 我不知道各位主持人看了沒有 即是他 阿美船 阿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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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救個兵 突然想著放火自己自殺 那個大人 其實他立到去 他後來被那些魔女 就進去那些絕對領域 其實他都被人分過一頓屍 分完屍之後他又早學回來 我覺得很奇怪 他一個普通人進去 又不用死 為甚麼 你剛剛說他的形象化 他如果在那個鏡頭來講 第一下分屍是帶他進去那個世界裡面 不正常 不是指他真的被人分屍 而進去那個世界 被人蚊牆那一刻 就快死 那一刻才有人救他 其實那一刻是不算死的 你呢 即是他一個形式轉換 怎樣進去那個世界 你見到他的畫風是有不同的 其實你進去那一刻 全部都是藝術派的畫風 他轉了畫風 證明他的狀態不同了 當他被人救了 那一刻就轉了平常 他的畫風 其實我們看這套 我們對照一下 其實由第一集開始 就是講小玄 夢見到就是阿艷 戰強圓的 的確是 簡單 就跟這個魔女在作戰 照理是魔女 然後不知為何 那隻叫做什麼鼻 優鼻 即是淫秀 寫葬 毒作 惡魔 很遠嗎 然後他又說叫他變成 如果你答應之後 其實他那一刻已經是銷的魔法少女 我覺得那一刻好像大耳孔 借錢 借錢 這傢伙就好像黑 QB 那隻人 從第一集開始 到第二第三集 他不停地在那裡 好像一個魔法少女的推銷員 不停地在那裡說 阿先生 要吃不吃煙 變成魔法少女 可以實現你一個願望 有沒有興趣試一下 那我吃Kinder 出奇蛋 好過 即是他給我的感覺 是不停在那裡 銷售魔法少女 以往我們看這些魔法少女 即是你說 除了說 林危壽命 又說 你快點 即是他有危機 而給他一個力量 讓他變回魔法少女 或者是他找到他之後 然後向他解釋一大輪 究竟為什麼選中了你 甚至其他什麼事 但是這位推銷員的推銷手法 其實都有多少的特別 不是多少的特別 是因為女主角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意願 變成魔法少女 所以他就要用一個 非常好的微笑 去吸引對方 他沒有喉 推銷員 推銷員的職業 職業的本能 對呀 大最差的笑笑 你心裡發行 其實我期待一隻人 在他離開了小園的時候 會在那裡奸笑 我以為會有這種情況 其實他在奸笑 他根本就是奸笑 他擋東西的時候 我嘴不動都是那個表情 即是那些蝦落吉弟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反應 是因為阿麻美死過一下 那個人是完全 沒有反應 完全沒有反應 你們快點變身做魔法少女 我要他下限 這就是專業 在任何情況之下 他的使命是什麼 就是要令人變成魔法少女 他會把任何機會 他會 他會令人說 快點變身做魔法少女 無論威迫你有危機 他全部都用光了 其實是 他只是擁人綠火坑 即是你們的 好威死所以 很簡單來說 其實他在這個 劇情的定位上 有一隻惡魔 其實這個 都不是我們老寶 是有暗示過的 其實呢 第二集的時候 你記得就是 麻美 找一個OL去跳樓 在那個大廈 你一開始留意到 那篇牆上面 是寫了一些字的 其實那些是德文 就是浮士德這部劇 的對白 浮士德這部劇 我就不詳細說 總之大概說 就是一個科學家 就因為想知道 他想獲得全世界的知識 然後他跟惡魔 他就說 惡魔就說 他會把全世界的知識給他 而他死後 他的靈魂就會歸惡魔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有什麼捐例 你第一集 見到他這麼恩勤 你都知道是有東西的 哪有 以前那些 你說百變士兵也好 魔炮也好 那隻淫獸哪有這麼恩勤的 你不要說了 而且那隻怪獸挺壞的 看上去 尤其是麻美死後 那兩個主角 沒有反應之餘 兩個主角都有點不想 去成為魔法少女 然後他說他離開 然後他離開了之後 其實他都一直在跟蹤他的兩個人 其實如果你說 拿回第四集議員 他其實特地離開 是要逼他們兩個做選擇的 那這一幕我覺得 他是很有戰術性 他是高手來的 最抵死之後 還要騙得穿 這個 跟那個公戒 那件事 公戒就說他的手 康復不了 那之後 康復倒閣沒問題的 然後QB就是站在窗裡 哇 你真是覺得他根本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選擇機會出場 就是當一個絕望 在你面前 然後在你面前 擺一個希望 不過這個希望 究竟是不是真的希望呢 嘩 大哥 你看看那個背景色 再看他那個身影 根本就是惡魔來的 是不是 擺明 告訴你 每一集 我看清楚 都是會有一個 那隻東西的大頭 那塊大臉 那個笑容 哇 真是有氣勢 只要加一個黑色 layer 就大家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不過 講一下魔法少女設定 其實我感覺到 他就是惡魔 就是惡魔的契藥 那種就是說到 魔法少女 他要收集這個 grip seat 其實是有一個問題的 這個所謂的 魔法少女設定裡面 其實你說 那隻死人 死淫獸 死淫獸 根本就是淫獸 根本就是淫獸 那隻東西 他講就說 變成魔法少女 就可以實現 契藥者一個願望 我假設一個 如果契藥者的願望 就是 我要所有魔女 全部死了 那會怎樣呢 我肯定他做不到 他又沒有一個限制 他又完全沒有說過任何限制 因為沒有說過這個 其實這個設定 其實我一聽下去 就覺得是犯駁 不是 他說沒有一個限制 但實際是不是有局限 這個不知道 對 推銷完是不會真實的 一定 是對的 專業 專業 就是你保險推銷完 然後死了 那些事情不報 還有現在你看到他找那兩個 其實都是很明顯的純情 那兩個 不會一說 我要世界滅亡 那些事情 就是他不會對這些 就是欺負小女 簡單來說 那這套東西是欺負小女 分明欺負小女 其實你說麻美 麻美那件事 你都看到的 他是真的逼麻美去做一個選 就是當麻美 預早意外的時候 他就死了 除非他是萬年俱灰 不是理論上 一個人有生存意志 前面有一個希望 告訴你 我可以令到你不死 那一刻 他都不會很詳細 在他死的情況下 先說明 先說明 我復活了之後 有沒有什麼責任 有什麼義務 就是他直接 那一張劇集書給你 那一張劇集書 可能是百幾二百頁口 然後他就跟你說 你打一個紙幕在上面 你就可以復活了 但你那一刻已經死了死了 你會不會看完那百幾頁 你是不會的 那麼像那些塵的 會推銷 沒錯 那些盒藥是很小隻的 那些盒藥 可能是長到抽筋 他那個時機 根本是不會看 而蝦片 每一次叫他做魔法少女 那一下 都是 無論是麻美說完 之後 叫他們自己決定 或者是麻美死那一下 其實全部都是 在一些危機的情況之下 都是說 你沒辦法看完那百幾頁說明書 究竟做魔法少女 究竟有什麼限制 或者有什麼義務要去做 他就逼你去做 嗯 還有感覺上 小元其實都不是說 看下去 現在看了四集 看小元都不是什麼 特別好人 你說如果小元是特別好人 看見麻美死了 他當時 如果要變魔法少女 正義心爆棚 正義心爆棚 我變魔法死 我要麻美復活 他這個其實處理得不錯 其實始終就是 一開始表明了 在他找不到目標之下 他又覺得麻美應該是可以 成為他追趕的目標的人 他就想成為和他同樣的存在 而當他立下了這個決心之後 而被他見到 所謂這個叫做什麼 如果他有什麼可能性 但是麻美死了家人 就說 說真的 我覺得小元是正常的想法 說真的 就算不說那麼多 一個人看見魔法少女 會死 都害怕 其實之一就是說 其實不要想到小元他的性格 那麼剛強 其實他一開始 一路數做的角色 他都是比較軟弱的 應該是正常的 一個普通的女學生 他是比較怕事 不是很敢試 那些事情 他是看見麻美說 好像很威風 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 他才覺得 會不會自己都可以變成這樣 可以擺脫自己 一直以來的形象 其實那一刻 一直以來 在麻美死之前 沿對麻美的感覺 就是說 我變成他這樣就很好了 他只是想到好的一面 但是當他見到壞的一面 原來是真是生死相搏 會死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觀點 就是說 值得為這一種 好像很威風的表面 而去聘上自己的生命 小元面前 其實你說 在他家人裡面 其實他媽媽 其實都是這種感覺 就是一個很剛強 應該這麼說 他都想成為他媽媽 一個女強人的形式 但是他又 無論成績上 或者學識上 他又做不到他媽媽 這樣 而有另一個途徑 令到可以成為一個 麻美索出了另一個形象出來 就說 可以這樣 就可以達成了 好像很強 成為一個強者 你可以叫做 最簡單的來說 但是 而且還有另一個事情 第四集都交代得很好 就是說 不單止可能要生死相搏 而是 其實所謂 麻美做這個魔法少女 做的英雄 其實沒有什麼人知道 你發覺 如果你記得 第四集看到 那時候 艷彤 阿媛說 其實做魔法少女 她死了 麻美死了 是沒有人知道的 可能她只有遠房親戚 可能要到幾個月 才有失蹤人口 有她的名字 到時候可能 那些人才知道 麻美已經消失了 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如果你不說的話 可能這幾個月之內 大家都不覺得她消失了 知道她沒有上學 變成說 其實當時 麻美第三集表現 那份痛苦 覺得自己孤獨 那份痛苦 原來是不理解不了的 因為她是唯一一個觀察者 觀察到麻美 她是不明白 麻美原來是這麼孤獨的 而麻美 見到在第三集她死之前 感覺到她是 放開了心態 因為她叫做什麼 終於有一個人 有個同伴 有個同伴 或者應該說 終於有人認同 認同她的努力 你可以說 她努力了那麼久 都沒有人認同 終於有一個人認同 不是 其實是說法 當然是其中一支法 是大旗 但是最大的集團 但是麻美 其實一幕看到 麻美想踢他們 兩個入會的時候 其實都 有個小幅刻的影子 但是她最後 又沒有什麼交代 其實麻美 她沒有想過 她沒有想過 其實都是叫他們選擇 為什麼其實麻美 她會提出的議案 就是說 你們不如跟著我 去看看這場戰鬥 因為我實在說 那隻這樣的死人獸在旁邊 你沒有理由在她面前 拆她台戲 就算我覺得拆不拆 我覺得 最簡單的考量就是說 以麻美思心來說 她是希望這兩個後輩是根治的 因為她做魔法少女孤獨 正如她最後 為何她吃壞的原因 就是一樣 她希望可以有其他人支持 並肯定和她 並肯定作戰 並肯定作戰 但實際上 她當魔法少女 她知道這個 是親死相搏的 她知道她做這件事 其實是很孤獨的 是沒有其他人可以協助的 所以 她就會覺得 自己當年是沒得選擇 因為她當年是面對死亡 所以她一定要做魔法少女 但現在面前這兩位後輩 她有得選擇 她有退路 既然是這樣 就要她們清醒了 即是 即是 你可能覺得 麻美我是很聰明的 但是 我都希望兩位後輩可以清醒 知道自己做什麼 知道自己成為魔法少女的目的是什麼 或者另一個角度 就是 讓她看到究竟魔法少女 即是她們不想在她們 即是未知的情況 因為其實 我想是因為某些限制 令到麻美 是不能說某些事情 其實 分分鐘可能 那份契約書簽了的時候 已經出事了 即是淫手在後面 淫手在後面 在奸笑 你嘗嘗說 你嘗嘗說 即是可能已經在她腦裡 在那裡洗腦 即是 麻美會死的那一集 為何這麼震撼 某程度上 因為 很多人打到那份人 包括我在內 都是猜麻美是黑的 即是我會覺得 我自己覺得 是啊 這麼多人覺得黑的 我是覺得麻美是黑的 我是覺得 為何要踢她入會 是因為想搶她一顆種子 有的 但去到第三集 即是你去到初一段 其實都知道應該是黑的 應該是黑的 那時候我看完第二集 我就是覺得麻美那些話 說得不對 但我又不覺得她是黑的 即是因為 怎樣說 我就是知道 QB一定是黑的 但她下面那一隻 不代表是她的兒子 即是可以是用具 即是我的心態 就是這樣想 其實我也是那句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根本上就是 QB在那一刻 其實是 簽了那份計劇書 其實是有很多限制 而令到麻美很多事情 是不可以限制她去做的 即是 而那件事就是 那份計劇書 你自己看不看 當然她一定不會讓她們看 那份可能是附件來的 不過有一點意外 我起初以為 看了首四集 QB有些特異功能出來 會展示出來 但看上去又好像 普通的一隻動物 未出 可能有 心間轉移 會飛過去 或者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留下一節 繼續講完 順便講完其他角色之外 還有魔法少女的設定 好 下次回來 好啦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物模式 我們繼續 QB的 不是解扣淫秀嗎 對 解扣淫秀計劃 剛剛 中間的時間 休息的時間 其實 都提出一個問題 究竟 QB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 剛才 毛夏提出的 有一隻淫秀 當然是有另一隻淫秀 沒估計 我自己的感覺 現在QB是否是 QB的無法少女 這個問題 可以不是 其實QB是一隻 不代表沒有其他人 我想到 剛才 我推銷原理 就是 其實有很多隻淫秀 而他們 正在鬥業績 不是 不是 大家鬥陳亞色 鬼 他們就要消滅了多少魔女 就提升他們的業績 然後 他們要靠旗下的下線 去提升他們的業績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OK的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笑點 因為這個說法不是OK的 難怪政府會要監管 而可能提升到某個程度 然後就可以提供到 QB可以獲得某些東西 他又為什麼不說 Grip Seed有什麼用途 一早就說出來 其實現在的設定裡面 Grip Seed 其實最主要用途 只不過是重複魔法少女的魔力 因為是沒有魔力 我想其實他沒有那麼快需要說 因為實際 就算你說沒有這個設定 現在其實也能走下去 總之你不要理 魔法少女變了 魔法少女 他又有魔法 他預早鋪出來 我覺得可能是為之後 一些劇情做這個Polo 又或者可能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魔法少女 其實和魔女是 如於一系 因為兩個都是有類似的Grip Seed 所以會不會是這樣 不知道 可能要看之後發展 但你說現在現階段 你就當它有能量供應器 就算了 給我感覺就是Grip Seed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其實只是一個束縛來的 對魔法少女來說 就是給我感覺 我這個真的純粹猜 但是我覺得 這個魔法少女 它既然會污染 魔法少女之後就會污染了 越來越黑 那就變了 我相信 其實 我相信我有另一個假設 其實魔法少女那顆寶石 其實是維持她願望的能源 其實我會有個假設 就是 那顆寶石 幫她實現了一個願望 而那個願望 並不是永久性的 可能 只不過是說 當 如果你實現了一個願望 但我不做事 而那顆寶石 就會慢慢消耗能量 到消耗到沒有了的話 你的願望就會消失了 那我可以 我立刻去用Q比 我要你生存 我會不會拿少許 這個結實實 應該說 再黑一點 如果你說你什麼都不做 拿完的願望就算 那那個願望可能會消失 然後那顆寶石 變成一個黑洞吃了你 可能他就會變成魔女 其實可能就是 最終魔女 我猜而已 現在就是 應該說 魔女就是 這一班就是 他實現了 這一班就是 買了他推銷完的東西 但那個人不給錢的 原來 如果他這樣看 因為他說 第四集都出現了 搶地盤 魔法少女互相搶地盤的情況 那其實是不是 他那些 其實大家是 有種Active的情況 去搶Grip C 如果你透露這個情況 其實我那個解釋就是 因為Grip C是有限的 而我要維持的願望 其實我要收集大量的能源 去維持自己的願望 我這一區沒有了 我當然要去下一區去搶 不是的話 就是我的願望消失了 那我做魔法少女 沒有意義 然後變相 可能我會舔東西 變成魔女 然後就會被人殺了 簡單來說 我會覺得 那種惡魔 就是想 這是永無自己的束縛 你一生人 不停追趕那些魔女 就是 為了維持一顆Grip C 禁止功扭的 就算我當你這個設定不在 它都是一個永遠的契約 你完完完之後 你永遠做魔法少女 但是你魔法少女 只有兩種 要是未死 要是已經死了 兩種而已 其實是等死的 其實現在這個狀態 我想到這個情況會不會是這樣 如果魔法少女 搶不到Grip C 長期如果那顆寶石開始變黑 可以變變黑 魔法少女 變少了發少兩個字 魔女 然後將來就變成魔女 然後去吃人 被他們消滅 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說 魔女和魔法少女 可能是同初一緣 大家都有那顆 那顆 差兩隻字 都對的 我有那個假設 我有這個假設 就是說 當然不知道是不是 剛才所說 那些淫獸在老大人業績 這個就是 看看日後 那淫獸的老闆是誰 大家想起 淫獸大魔王 魔王 一隻大的黑色 還有最重要 魔法少女和魔女 感覺上 好像是有關連性 因為他們有對比性的中間 就是 魔法少女 散佈光明 充滿希望 然後魔女散佈絕魔 而其實你說 有別於其他魔法少女 就是其他魔法少女 很多時候 就是 最終敵人 他們都會去拯救 以不同形式的方式 但其實你看到這裡 就是他們消滅了之後 其實沒有拯救 反而是利用 他們 去 叫做什麼 將 recover回自己 其實 都是 叫做什麼 就是打寶 當然要拿魔力 很有那些什麼 遊戲的感覺 不是 RPG是這樣的 沒問題 手裂滑素材 突然不見 他有升level 的情況發生 升了你不知道 這是代財數值 而且如果是這樣的設定 升level 通常不是反映在這裡 反映在這裏 反映在淫秀可 對他做的事 另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阿艷 我覺得是推斷出 有機會有抵震 為什麼阿艷 會想殺QB 這個其實暫時也是一個謎 因為他收到QB的原因 不是因為 不想有這麼多 都無法少女嗎 因為他業績太多 他知道太多 你應該說 QB這隻東西 完全是 為禍人間 這隻東西是 這隻東西是 為禍人間 我上線的那個人 完全是不行的 為了保住自己的飯店 我當然要搞亂 印第的那個人 這麼黑 我沒想到這方面 而且 我說推斷會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有不止一隻人獸 原因是曾經說過 QB在第二集說過 這一區的魔法少女死了 既已有後補 但明明就是 艷也是在這一區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 轉學什麼都好 但艷是存在這一區 如果這樣說 其實就不是QB直屬 如果是這樣推斷 理論上 就應該會有第二隻艷獸 第三隻第四隻都有 我自己想 為何 我自己想 為何 為何要追殺那隻 QB呢 純粹因為 不想被魔法少女出現 他一直都說 希望你不要做魔法少女 不要好像 我似乎 墮了一個後塵 那樣 殺了一隻QB 那些人 沒有結契藥 我會這樣想 即是為何他業績太好了 業績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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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的意思 我業績太好了 我業績實在太好了 原來魔法少女是霸公室政治 是呀 一向都是 很政治化 但如果他殺了那隻QB 其實 那可能會不會有重 還是有第二第三隻呢 如果不是第二隻 又會被罰了 其實 你會見到 為何麻美 他要去救QB 其實 不是因為 我覺得不是因為 那些什麼 大意想念 其實是說 照剛才那兩者 我上線 如果死了 分分鐘是我的願望 會消失 可能是公認 公認這個願望 是屬於QB 即是他賦予給他 而你賦予那個人 那隻東西死了 即是他 簡直是殺了他 我覺得分分鐘是有這樣的理由 很複雜 真的 當然這個也是 純粹是估計的 暫時來說 當然 我自己 不會想太多 業績那些 我會聽聽 但是不是代表是這樣 我自己是相信有兩隻 Q比劃以上 這個是真的 但你說其他東西 我反而就沒有想太多了 即是 因為沒有太多端泥 看得出來 其實老實說 現在那個劇情的發展 那個幅度可以很大 可以是跑到你完全 你猜不到的路線 但其實合理都OK 所以我自己就反而又不會太多 不是 你說其實去到現在這一集 我們說 我們最 最令我們會幻想的就是 究竟小緣會許過什麼的願望 小緣呢 本來我們想的許願 應該都是許萬里復活 這樣 但人復活是怎樣養來一件事 很明顯 你告訴你 不可以許不到的 說給你許了之後 然後 其實這個人不能逃遍看 他復活了 不過不知道有什麼原因是復活 這個就好像其實 我們當年在龍珠 龍珠他講的就是 什麼願望都實現到 然後最後追加一次 龍珠不是 什麼願望都實現到 只是在神龍的能力範圍 之內的願望 可以實現到 這個就是 只是Q 商業詐騙來的 絕對是 都說他那個 都說優比是一隻 Q比是一隻 top sales 難怪那些CID不夠人 走去查這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 都比較關注 你說現在可能現在 出場 比較 小的 氣氛 就是他比較神秘 但是 依然 他推測 其實好像 很全知全能 就是他好像知道 所有事情發生 也是 我那個第一集 那時候 推測 其實他是不是應該 個個個 同一次世界 一次或者以上 就是輪迴的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 這個也是 第四集 最傷的 就是他說 萬美的死 是控制不到的 是不可變的 但是 你還沒有發授 這件事是可變的 其實這一句話 是很有含意在 因為 好像他經歷過 某些事情 一定是 是 是經歷過才會這樣說 因為如果你說你是 遇言施掛 不會用可能性這個字 你是會很清楚 你是變得 他是變不到 不會有可能性存在 但是 為什麼會有可能性存在 唯一就是 他可能是 試過這個世界 甚至試過很多次 有很多種不同的路線 走過出來 他才會知道 什麼叫可能性 什麼叫沒有可能 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 除非你說 他可能是斷古的 我有斷古無痛苦 但你都可以這樣說 這番話出來 我沒有話說 你這傢伙原來 一早都是斷古的 這個我覺得 某些不合理的位置 但如果他本身 一直拍電話 他說這番話是合理的話 我 依然是相信 可能嫌棘 曾經經歷過這個世界 我也覺得 第四集有方面 他那些說話的語氣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 投射還是怎樣 但我覺得他 他好像經歷了很多次 就是說 袁問他 你那些魔法少女 那裡見過多少次 你笑了有沒有事 他說很多很多次 數到數不到 這個感覺 他在同一件事 經歷了很多次 事實上 是不是那些魔法少女 他做了同伴 我不覺得 不是同伴的 他只是見過死而已 但理論上來說 他只見過死 見過一個死大 經歷過很多次 那是對的 比我感覺上 其實他已經 將同一件事 應該是 剛才如果說 未必那麼明 無話說 應該說 預言者 他只不過是 看到一個結局 但他不知道 怎樣改變 因為他只看到 一個既定的畫面 的事實 而 預言者看到那個事實 但他沒有前文 和後理 他知道究竟 怎樣可以發展成 這個事實 他自己都不知道 總之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 這樣運行 最終就會實現到這個畫面 他只能看到那個畫面 而 嚴 剛才說 改變的事實 就是 他知道怎樣去迴避 某些事 或者我再解釋深一點 只是說 因為他 嚴用那個字詞 是可能性的 你是有可能改變的 但預言者一般來說 他已經知道結局 是這一個 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去達成這個結局 他只知道這個結局 是會這樣發生 所以如果你是知道那個結局 你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不是說你有可能改變 而是你一定會改變 你必然會這樣 或者你一定不會改變 就不會用可能性這個詞 至於阿嚴所說 其實最後的結局 其實我們預計 魔法少女最後 只有死的一程 就是會戰死的一程 就是會戰死的一程 所以你會見到美樹 魔法少女最後一程 有痛恨的樣子 就是這樣 而我覺得就是 阿嚴 他為什麼這麼著重 在阿嚴 阿嚴可能是說 在這個 的關鍵 究竟會不會令到 世界某些重大的改變 就是因為他這個決定 但是就是說 可能基於 就是通常這些 這些回來的 都有一定限制 就是 他不可以去講明某些事情 會影響到某些事情 他只可以用一些比較迂迴的方法 化夢 就是比較間接 不是直接跟你講的話 去影響你 但是他不可以去干涉你的決定 我只可以說 我只可以引導你去選這個決定 但是我不可以告訴你 叫你不要選這個決定 我只要講一個既定的方法 就是 可能一路的故事發展下去 之後 之後 有很多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最終 原就好像第一集 第一集 第一集一開始就 看見到焰 苦戰 之後就成為魔法少女 有些什麼大壯難發生 最終的時間 倒來又回到 不是 我覺得最終 那隻這樣的魔女 其實分分鐘是阿原來的 那隻這樣的魔女 哪隻這樣的魔女 阿原對付那隻 在夢裡面 對付那隻 阿艷對付那隻 阿艷對付那隻 那隻可能就是阿原來的 那這個就會再複雜一點 這個就牽涉 平衡世界 那其實我又 我想 為什麼 因為他講到 我記得第三集他講到 就是麻美和阿艷 講話 那裡 就講到原來是一個很有潛力 很有潛質的 他做魔法少女那方面 那我不知道哪方面有潛質 純粹如果以最直接的想法 就是因為他是用很純正的願望去 夠單純的人 很純正的去做我的少女 他願望都是說 因為我想做而做的那種 去做一個很直接的 而其實 比較神奇就是 其實阿Q比其實 他提到這一點 但Q比沒有即時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不屬於願望的範疇 其實是 我覺得是 這件事衍生到 其實 Q比 他們要令到 這班這樣的死人 要令到他們變成魔法少女 是要有一個 叫做既定的目標 去困住他 因為如果 為了變成魔法少女 可能就是抵觸了魔法少女 如果你要變成魔法少女 如果你要變成魔法少女 可能就會變成 不會消耗 可能願望的條件會抵觸了 願望要有規限 要有規限 不可以說 Q比我想你死 之後就說 Q比就一定會 當然 當然 那些人都不是 那些人都不是 我想到了 對付Q比的方法 就是叫他餵一個蛋糕來吃一下 吃完蛋糕之後 搞定 不會消失的 吃完蛋糕就搞定 原來魔法少女就是這樣解決 我覺得其實 這個契約 不是 其實那一刻 其實 以阿元那一刻的論點來講 他應該已經想變成魔法少女 即是他已經是沒有黑暗 Q比 即是說 Q比理論上應該說 OK啦 接著我們就簽約 突然之下 他們兩個聊天之後 彈出來 Q比就會彈出來 喂 簽約 即是如果 即是你不可以說 又要拿整個文件 你在這裡簽個名就行了 對啦 感覺上 其實 想說回整個故事方面 會不會作畫方面 令到故事的感覺上 有點變異 因為平時看開 我覺得是特地的 因為平時打 看這些魔法系 通常都色彩鮮艷 還有打下去的那種 雷電那種交加 是很鮮艷的 其實話說 在這部戲開播之前 他英元說 原本劇本是誰不投腦的 那應該是想被人猜一下 頭兩集幾主 第三集適合被一個斷頭台 嘩 多開心 之後才揭個名 去英元吧 他講過 他打算頭兩集 寫一些東西下去 就好像很溫暖人生 第三集才揭個名出來 就嚇一嚇你 然後他說現在做不了 就算了 之前爆了 之前爆了 沒辦法了 第一兩集就死黑夜 第三集就照你 是不是被人做的 就說 虛艷員是不是有機會寫這些東西 大家其實都知道 這個時候是不可能的事 其實 都是那句 因為他一向不可以對虛艷員有希望 死不完就好 虛艷員的治療是什麼 他插你一刀 之後再照你 哇 你會覺得很溫暖 因為他插你一刀 因為他 不是插你一刀 不是插你一刀 是插你一刀 因為拓話方面 感覺不到他整套的暗位和整個扭桥那種方法 我又不太同意 我又不太同意 心房某一些畫面 他畫出來 是很能表現到某些東西 你說如果是黑暗位的話 跳臂的基本上 腹腹都很黑暗 他用色 他用色方面 我覺得是難免得好 而另一方面 其實他想 他會用的對比 就是在魔法世界 即是裏面 即是在異世界裏面 的設定 你要看到其實 很多時候 他有很多抽象的東西 其實應該說 一個無序 其實是一種 應該說沒有秩序的東西 是一種 他會表現到 由你開頭 正正成世界 這個是一個反給你的 或者用另一個角度來說 一貫以來 你說虛源不下的作品 或者是有關的遊戲 很多時候都會 或者這類奇幻的遊戲 的公司 例如Nutriplus 很多時候 一些表現方法 都會涉及到一些 可能3D的CG 或者是一些 特效性質的畫面 當然虛源的作品 當然有這個 有杯滅味的沙爺 那這個 也會用一些 比較特別一點 你可以說特效向的東西 其實混進去 其實他原本的作畫畫風 之後很多虛源的作品 或者是Nutriplus 作品 都會見到 是用了大量的3D CG 或者一些特效性的東西 其實他的作用 你說 某程度上 作為在小型這套裏 會是作為一個 可能是世界不同的 一個分隔 或者是提示 同時 通常都會表現到一些東西 其實 其實 那個所謂戰鬥的時候 那個世界 是有很多隱喻在裡面 放在裡面 那當然 那些隱喻分別是些什麼呢 一般觀眾看上去是不明白的 後期 有些觀眾都是說 整班的考究檔話 聊起來 在論壇裡坐在那裡 整個十二個小時 東炒西炒 現在已經查到一份文件 甚至我記得 不知道 突然第三個開始 已經有人 有份這樣的文字對照表 即是說 在本身作品裡面 那二十六個文字 對照A至Z 之後排出來 是有句子有意思的 即是 應該這麼說 他本身戰鬥那個畫面 其實 我想你不可以用 那個正常的觀點去看 即是 新房家去淵哥的感覺 你就會看到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在那裡 周圍周圍飛 但即使你不知道那些文字是什麼 即使你未必知道 裡面那些圖案 源自些什麼 至少你會感覺到 裡面有一些隱喻是會出來的 可能你會感覺到 這個其實你好像說 其實是很多時候 你說我 即我們做遊戲的那幫人 其實會在分別 就是所謂的內容 和畫面的內容 去表達 去某些 因為其實 你說在畫面上的表達 其實 那些是一些作者 或者是原作者 想帶出來的一些信息 一些給你的信息 而那些信息 其實就是 你譬如 好像有些 就會是 你好像 其實Mario 或者奇異 有一隻叫做Barry的遊戲 他在一支旗 其實那支旗 就是一個旗語 其實他這個旗 用回是同一類型的東西 就是 有危險 有什麼 其實他在畫面那裡 其實表達了出來 告訴你 是有這件事 不過其實他的重心是什麼呢 讀者 你是用小元的角度去看 你不是魔法少女 你不會知道這些是怎麼解 當你成為魔法少女之後 而你可能 對我們 即他在故事的設定裏面 他再去說某些東西 而你可能會有個再深入的了解 當然好像有些考究等 更加容易 我終於研究到那個法則 就是 意思是什麼呢 你成為了魔法少女 你知道這個世界的發生是什麼了 那些隱形其實也有些劇透的 可以馬尾斷頭台之前 斷頭之前 進去戰鬥畫面那裡 就有一個畫面 就是斷頭的 有一組很快的 同一組的Caution 就是斷頭的 那我就 我講一點點 其實畫面那方面 我就 我覺得他為何要找倉樹 來畫那些人物 再為何要做那種畫面呢 其實是做一個詭異感出來的 我覺得 那種反差出來 你看到那些 一直以來的感覺就是 我是人物 但是做一些那麼醜的打鬥 再加上那種 那麼詭異的怪物 魔女的畫面 一個很卡通的人物 去咬住那個人的頭 那一下子讓你感覺 為何這麼捏奇 其實那畫面不是很多 什麼血噴出來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創樹是中槍的 就是 你戰鬥畫面肯定是心房 因為你看到那些畫面 飛得那麼快 那些東西 是很明顯的心房 那些位置 完全是 其實 這次他那個 可能 蒼樹畫那時候 其實他畫那時候 他畫那時候 他不是在那些劇本 就是分鏡那裡 叫他這樣畫 見魔法少女 當然是正常的 對不對 畫現實是不一樣 其實可能 麻美刺頭那時候 其實蒼樹是有畫過頭 不過新王將畫面推高了 所以那頭刺跌了 人們都會說 蒼樹說 我好喜歡麻美者 然後虛擬文說 那第三個死 他跟向洋莊 生活 如果跟向洋莊相比 譬如他說 原平時生活 那種風格是柔和的 但如果戰鬥畫面 其實那種柔和感 都不是完全消除了 感覺上 會不會可以 譬如一戰鬥的時候 那個畫面轉一轉 再更加色彩 令到大家看下去 好像戰鬥著 很緊張很迫真 這件事 其實是剛才所說的 他想表達無罪 還有一些 Message 在畫面 即是你原本那些 無緣無故加一些 Message 其實是很異常的 他就是不想給你 當然他原來的事 不過是說 我就是要先善你一鍋 他這樣才會覺得開心 滑了你 馬尾那裏 有排你滑了 有排你滑了 因為普通 譬如我們看電視 看這套動畫 譬如說 未必會好像十二個鐘頭 才會猜 你有沒有那些什麼 你有沒有那些隱喻 即是你第四集 譬如他打鬥 跟小元 拼了小元進去的那個 他的電視那裏 當然是明白 但如果你說奇異那些 可能有時候 未必那麼容易 那麼抽象 被形容 其實他沒有想過 你是追蹤了 即是可能 裡面一個鏡頭 有五十個隱喻 你感覺到一個便可以了 即是跟當年發脈穴 五十個隱喻 發脈穴 自飛那麼快 大家說哪會看到 其實是看不到的 但你會飛到 有一兩個片語 你會有個概念 只是告訴你一個keyword 一個message 其實他所有的隱喻裡面 其實他講的是同一件事 你只要其實 不多 你只要看到其中一個 你就知道 究竟其實 現在這一場戰鬥 這一幕 究竟他是想表達什麼 因為這些畫面 其實等於你打遊戲機 即是我們打遊戲機 那時候講的 你沒有可能 只是放一個信息在裡面 而那個信息 你期望就是人人都看到 是沒有可能的事 而這個信息應該是 周圍都是 即是多到就是 差不多是想說 是想告訴你 但他真的 不能宣諸於口 即是他真的要靠很多的畫面 去告訴你 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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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個感覺 即使你 無法接受訊息 都看到畫面上的特異性 有點詭異感 即是其實 這一次 一個做系列的 通常新房都是這樣 他監督 不是真的做粗刀 那個 不是多數是他 是那個系列 director 那這一次 就是他公本行俗 這樣 那個人 發蜜語 也有參加 其實他那些 你見到那些 以前的風格 就是因為 那團人去做的事 他那裡 前面的人帶此事 就是這樣說 不過我想說一說 作畫分別的層面 就是如果有留意 第一集 他那些魔女 是用剪紙 圖片 去拼出來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變成 很難 像動畫人物 弄得這麼快 實寫圖片 要拍攝出來 中間技術 層面就好像你畫 相比之下複雜很多 那就很難 做到那些 最終第3、4集 他都 轉回 做動畫式的畫法 這樣 我覺得可能 集集不同 有個機會 你不知道 這套東西暫時 我們的感想就是 他有很多未知的發覺 我們可以推測 一萬個可能性出來 但這一萬個可能性 都是可能被軒 被迫了 我們可能也是 他是製造話題性 那方面很好 最簡單就是 死剩誰 還是 在good end 死剩誰 死剩Q比 寫著計劃通 就是Q比 在最後一集的時候 他就會跟另一個女孩子說 有沒有興趣的魔法少女 我又覺得 除了話題性之外 其實我覺得 他的劇情 有些細緒 其實是寫得很好 有些 他要表現 例如說 我講第4集 第3、第4集都是 他要表現 兩個女主角 的爭殺 對 那種心態 那種轉變 其實那些東西 是很刻薄到人性的 另外 阿袁的朋友 我經常都不記得 美樹 是吧 美樹 他的掙扎 因為記得之前 第3集 麻美先講過 究竟 美樹 你幫那個男生 他的願望 是你希望他幸福 所以才去 還是你希望 希望他回報你 對啦 回報你 這件事情 正正對照第4集 他跟著做決定 女中成為魔法少女 但問題是 他究竟 要的是什麼 可能我覺得 第5集之後 就會見到 當然這件事情 我也有講過 有些專例 我覺得 這個美樹 是非常之有資格 是之後 如果假設 非常之有資格 變成魔女 變成魔女 然後被阿袁就 刺了 刺了 不過我想問 我看下去 是不是每個魔法少女 都有每一個不同的屬性 一變成魔法少女 比如阿麻美用槍 阿美用劍 阿美用劍 可能通常都是那種 跟隨性格 會有不同的 而且阿麻美 其實是非常有無限劍制的 那種惡劍 在裡面 去緣對著這對 也很喜歡用槍 那些東西 那這套 就是 opening 最後講到opening 林廣告之前 有一個補充 我第一次看 當然我知道他 是這麼黑 但我看到人物 尤其是op的最生氣的畫面 看到阿麻美 加上兩位後輩 然後看到 不是麻美 總之類似的畫面 看到人切 簡單來說就是 總是覺得 魔法少女 這個這麼像子卜妮四 又是有個黑長頭髮 又是有個黃色頭 又是有個粉紅頭 好了 說完了你就這樣 可以中了你聽不懂的地方 別這樣啦 倉樹中槍的 對 對 因為opening 怎麼看 opening 聽到這首歌好像很光明 但是 在黑劇上 一切都是一個曲 又哭又等等 你看op的歌曲 你可以兩看 看這些歌詞 大家感覺不到嗎 完全是可以兩看 你見過男主角 女主角 圓成 無緣無故落淚 那些位置 又有些心寒 為什麼落淚 對呀 那ending就很直接 就來一個 對啦 他第三集才播 第三集才播 不然他有播的 他插曲的時候 就是戰鬥的時候 但是第三集 就是當那些人 絕望的樣子 就會播出很暗的ending 這樣 對 都很難不是 然後大家說 你感覺如何 哈哈 其實我覺得 反過來 那ending應該真正是op 但是因為 由於電視播放所限 所以是不會拿他來做op 會變成這些 關什麼事 現在都沒有限制 不是 環境不對 如果你說虛圓的作品 因為遊戲性質那邊 很多時候op 或者片頭 都會顯示不同的畫面 或者這些 那多多少少會透過劇本 那沒理由 第一 二集 給大家看到 當然不會 所以壓到第三集 最終 其實我們就密切留意 這套 究竟會給到什麼衝擊我們 會不會成為一套 一個魔法之後的另一個新的type 魔法少女 黑暗版 那些 這套 至少話題性方面 一定是爆燈 而且第三集播完之後 Amazon 動畫的排名 約數是第一位 正正去了 大家很想補完 究竟那個烈奇的一幕 究竟可以 究竟 沒有的了 正版究竟是怎樣的呢 不用想了 不過不知會不會扭竅 如果扭竅 好像以前向陽莊 那樣 大家最後帶一團結局 那一份 然後再fake創事一幕 就是在DVD裡面 有一個向陽莊的魔法少女 這個時間 原來已經跌到第三 OK 總之這套 其實質名叫 血液向陽莊 好啦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其餘的都會 是這個下載版的 那最後祝大家 新年快樂 大家這樣說 身體健康 嗯 嗯 又拿些好話題 好老套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